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上有的强队 每年都排排在欧战区 球队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2016到2017赛季 沙尔克零四却发挥糟糕 最终只排在了德甲第十位的位置 上赛季随着年轻的少帅特德斯科的到来 在他的悉心调教下 沙尔克零四终于在上赛季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联赛一路高歌猛进 利亚多特蒙德和霍芬海姆等球队 取得了联赛第二的好成绩 顺利拿到新赛季欧冠的参赛资格 特德斯科在皇家篮的第一个赛季是成功的 赛季前不会有太多的球迷 相信沙尔克零四可以杀回联赛前二 即使是皇家篮最中心的簇拥 也只抱有球队返回欧战的希望 特德斯科的指导 加上格雷茨卡 麦尔这两大德国本土天才的出色发挥 沙尔克零四一路披荆斩棘 稳住了球队在联赛中前四的位置 最终以63分的积分排在联赛第二 收获了欧冠比赛的资格 卢尔区的球迷终于有一出可以在欧冠赛场上 看到皇家篮的身影了 本赛季开始前 无数球迷都对新赛季的沙尔克零四充满希望 这指球队在一位年轻主帅的带领下 达出活力十足的足球 球员斗志昂扬 士气正盛 带领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样一支被给于厚望的球队 在德甲新赛季开局遭遇五连败 没错 五连败 连赛至今一分为拿 五战全败 占据积分榜铺班长内志 德甲连赛前五轮 沙尔克零四现在赛季首战1比2不敌狼宝 紧接着0比2输波连赫塔 1比2输门星 0比2输败人 0比1输弗莱宝 五场比赛仅仅打进两球 却9次被对手动穿大门 吞下五连败的沙尔克零四目前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一 他的前面是积两分的斯图加特和汉诺威96 而即使沙尔克零四在联赛战绩多么糟糕 球队依然还有欧冠任务 球队多线作战不可避免 沙尔克零四小组赛的对手有波尔图 莫斯科火车头和加拉塔萨雷 尽管这个小组没有传统强队 看起来沙尔克似乎抽到了一个好签 但这个小组的几只球队都是欧冠老油条 四只球队实力相差不大 四只球队谁都有出现的可能 这个小组也是一个另类的死亡之组 沙尔克首场比赛战品波尔图 收获到了本赛季各项赛事的第一个积分 于是 现在沙尔克在联赛的积分是零分 而欧冠小组的积分是一分 沙尔克在联赛的积分甚至比欧冠的积分还少 这一荒诞的神级数据近年来也只有大失血的多特蒙德优光 沙尔克零四本赛季的断崖式滑坡和球队大腿哥雷茨恰以及麦尔黎队有不可斩断的关系 但同样也和主帅特德斯科的不作为有关 上赛季完美演出的沙尔克零四赛 新赛季的开局交出如此尴尬的成绩 无占一分为拿 牢牢锁定副班长的位置 特德斯科和他的球队一样状态低迷 他的下课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如今赛季开局沙尔克就陷入饱击状态 本赛季前景可谓是凶险万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